我们都知道当今世界虽然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和平和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 发战争才 事实上在今天在世界的潮流和格局下 是与世界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的 然而我们看到美国拿出的所谓成绩单 军售提升了16% 达到2380亿美元 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恰恰说明美国所作所为 和世界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在军售的层面 事实上所取得的所谓成绩 事实上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军事政策是一体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 兜售所谓的威胁 兜售所谓的恐慌 一会儿渲染中国威胁论 一会儿渲染俄罗斯威胁论 一会儿渲染伊朗威胁论 通过兜售所谓的威胁和焦虑 使自己的武器能够大量的出海 另一个层面而言 美国的武器军售 给予相应的国家 也助长了一些地区 不稳定的趋势 比如说美国向土耳其 兜售相应的武器 就让周边的国家感受到威胁 又向希腊兜售F-35战机 又让希腊周边的国家 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通过这样不断的兜售武器 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甚至造成了战火涂炭 比如说巴以冲突当中 美国到今天还在源源不断的向以色列 兜售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 事实上这些武器可能一部分到最终 就落在了平民和儿童的头上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美国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所不耻 更重要的是 美国对于所兜售武器的对象 采取各种各样所谓的庇护 只要你买了我的武器 你就在我的羽翼保护之下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与推进和平促进发展的主流 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我想这样的成绩单 不凸显美国的强大 反倒凸显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所起到的作用 有的时候是值得反思的 也希望更多的爱好和平的人们 能够看到这样的现实 真正的对美国出售军武 在世界制造恐慌 制造威胁 制造战乱的现实予以批评